纪念碑谷真人电影即将开开 要说近几年手游的巅峰之多 大概就是获奖无数的纪念碑谷了 美轮美奂的画面 巧妙的机关设置 从推出到现在 一直都是无法超越和模仿的典范 近日有消息传出 帕拉蒙影业联手With Your Pictures 计划将纪念碑谷改编拍摄 为真人家CG的动作冒险和加环电影 导演由奥斯卡最佳导演 获得者帕特里克奥斯本担任 不过就算是外行人也应该能想到 纪念碑谷简单的剧情和伪美的画面还原 这样的拍摄难度 可是一向艰难的挑战 这家五星级酒店是麦当劳 开了穿着笔挺西服的使者 在门口向你行礼 耳边是现场演奏的乐曲 入座后试着贴心的帮你铺好餐纸 坐在金色椅子 上位置金色竹台用餐 周围的装饰也都是金碧辉煌的这样的奢华酒店 其实是麦当劳的伦敦新闻店 在自主点餐机点餐 然后去住一层用餐区等候出餐 服务员会帮你把食物送到座位上 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可以大口吃出条汉堡呢 你可以选择像皇室贵族一般用刀叉来享用食物 其实这个全球首家奢华型MG餐厅 是为了庆祝新单品精品汉堡系列 Signature E Collection 奢华门店的汉堡 是由米其林厨师委员会专门设计 而且仅限预定 一座篮球 店内还设置了一处专攻时刻 拍照打卡的角落 吸引了不少潮人 网红前来打卡 那么问题来了 奢华型MG餐厅汉堡的定价会是多少呢 Byredo的新味道是世界末日 味蜡橘子味 工业浇水味 BBQ烤肉味 这些香水的味道 在生活中已经很劣奇了 但最起码你能想象到是什么味道 Byredo推出的世界末日新味道 让人听了忍不住挠头 这是什么抽象味道 Byredo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大家视线中 再加上和Outplay的联名 也让这个小众品牌收到了更多的关注 翠季品牌官方公布 即将在9月推出新味道 Eleven3 中文翻译以为世界末日 那么Eleven3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呢 Byredo用一种较为辛辣和强烈的味道来展现这个感觉 前调用了尼泊尔和四川的黑胶 象征着地球的最后避难所 中调用了野生无法果的果香味道 象征着经过和危险 最后的基调就是一种温暖的味道 以木条的零零相抖作结 代表大自然的能量 除了香水 还有护手霜和头发香水等产品 一并推出层次这么丰富的世界末日味道 会让你感受到地球毁灭的紧迫感吗 等不到太空酒店了 NASI 现在就想带你去太空转转人类 的太空梦已经照进现实 太空旅行 太空酒店等项目 也如火如荼地建设种 可是旅行经费 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NASI 最近推出了两款APP 让每一个人都能畅游太空 且不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 这两款APP分别是 Exoplanet Textations和NASA Selfies Exoplanet Textations是一款VR体验转机 它是用于Oculus和Pritic Vive 通过使用Exoplanet Textations中的对应功能 用户可以体验在3D环境里近距离接触行星 穿越星际 NASA Selfies是一款太空版自拍神器 和普通自拍APP不同 它没有强大的美颜和滤镜功能 但是可以让你和星球们和影 看到这条City Lose的朋友快下载起来 现在就云打喊宇宙网红地 距离YOHOD 2018 还有四天没抢票通道宪政开启 扫描下图二维码 立刻获得YOHOD 2018门票 欢迎于微信内留言给我们 推荐你终于的好去处 MOSAP及微信商业合作 请接洽 SIMBA.LUOXYOHO.CN